今天来聊聊统一企业台股代号1216 成立于1967年,总部位于台南永康 为台湾最大知名食品厂 初期主要业务未经营名声必须相关食品 随着业务渐开拓,产品线项目增加 转投资子公司横跨各行业 不仅是食品大厂,也是庞大的控股公司 集团旗下组织业务包含食品饮料 流通与零售,其他业务等 其主要关系企业 食品饮料,统一中国控股,港股代号0220 统一东南亚控股,营运范围为越南、泰国、菲律宾 1232大统一,唯利食品,光泉牧场 流通与零售,2912统一超商 台湾星巴克,台湾加乐福,台湾宅急便 菲律宾7-11 包装容器,9007统一实业 休闲开发,统政开发,孟时代 统一开发,台北BOT 其他业务,统一国际开发 1789台湾神龙,2855统一证券 2021年前三季集团和并营收比重 食品及食粮占34% 便利商店及流通占48% 包装容器占6% 其他占12% 其营业项目与结构 2020年公司营收比重 乳瓶31.56% 饮料27.69% 方便面11.8% 续产与水产饲料4.57% 烘焙食品10.21% 调味瓶1.88% 面粉2.35% 肉品1.25% 2017年公司宣布 将统一与统一超 分别持有20% 与30%上海统一星巴克股权 出售给美国星巴克 总交易金额为401.08亿元 处分利益总计334.51亿元 同时统一也将向美国星巴克 以21.69亿台币 收购台湾星巴克20%股权 统一超 以32.54亿台币 收购台湾星巴克30%股权 交易完成后 台湾星巴克将由统一集团 独自经营 2018年公司宣布将斥资2.29亿美元 约合70亿台币 收购南韩饮料和甜食公司 雄精食品74.8%股权 2022年7月 统一与统一超宣布 将分别出资239亿元和51亿元 总计290亿元 买下台湾加乐福60%的股权 预计2023年中完成交割 交易完成后 统一集团将持有台湾加乐福100%的股权 1216统一企业公告2021年财报 全年合并营收4735.02亿元 年增5.9% 税后纯益198.79亿元 年减7.7% 仍创历史第三高 每股纯益3.5元 统一通过股息配发每股现金股息2.7元 维持与去年同水准 配息率77.1% 统一集团旗下统一 统一超 统一中控与统一时 2021年营收皆较2020年成长 统一表示台湾食品本业去年获利稳定 不过部分转投资公司受原物料价格上涨 以及疫情冲击影响获利 其中统一集团旗下2912统一超商 受惠多元展店策略奏效 加上旗下统一金工 统一速达 统一生活 伯克莱等转投资事业表现亮眼 推升营收创高 但受到疫情影响 拖累公司获利表现 统一超去年税后纯益88.61亿元 较前年缩水13.4% 换算每股纯益8.52元 创6年新低 中国事业逆势成长 营收再创历史新高 统一赚投资统一重控 去年营收人民币252.31亿元 年增10.8% 创历史新高 税后纯益人民币15.01亿元 年减7.7% 每股纯益人民币0.3474元 至于负责铁罐等包裁容器的9007统一实业 受惠去年铁价大涨 产品出货量假期洋 去年营收418.89亿元 年增率4成 创历史新高 税后纯益18.52亿元 更比前年翻倍成长 换算每股纯益1.17元 创下近11年新高 也是历史次高 1216统一企业年年获利 经营稳健 连续39年配发股利 公司于2022年配发股利为2.7元 公司除2022年与2019年尚未填息外 其余资料显示29年都顺利填息 而公司因2017年宣布出售上海星巴克 所以认裂业外收入造成获利爆发 除了宣布高股利外 也让公司股价拉到最高的83.8元 而在2019年没有业外 获利能够贡献EPS 当年度的获利直接大衰退至3.07元 也间接造成配息减少 以至于当年度的股价高档 除息后到现在迟迟不能填息 所以投资人要小心一次性认裂 以及当公司获利衰退时 不能在配发高股利后 就要小心赚了股息赔了价差 按照过去记录公司大约 都能配息2.5元左右 以4%到5%值利率换算 股价大约在50到62.5元左右 统一企业集团事业版图横跨零售 物流 贸易 投资 建设等领域 不管是哪项转投资 对于大家来说再熟悉不过 是一档生活概念好股 而旗下最大子公司统一超商位 跨国连锁超商7-11 在台湾的特许经营商 为台湾据点数量最多的连锁零售通路 这一集影片到此为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